莫奈S301 一进二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吴尊 那这一次呢 非常的荣幸呢 就是可以作为 玉建博物馆的艺术宣传大师 对 那我也希望呢 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展览呢 然后呢 带一些就是精彩的 艺术体验给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军 非常荣幸与吴尊一起 带大家走进我们玉建博物馆 即将推出的莫奈 梵高与现代主义法师 争计展 老王老师 你好 吴尊老师 这个展览的来头也非常大 这是玉建博物馆 与意大利国家县当代美术馆 共同推出的一个 大师的争计展 一共来到了38位 大师46件 作品涵盖了大概从公元的 1850年代一直到 1960年的 相见一百多年的西方 现代艺术史发展的轨迹 那这么重版的一个展览呢 有什么展前的一些工作要做的呢 我相信这也是观众朋友们 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那今天我与吴尊就带大家 一起走进展览筹备工作当中 两个比较神秘又关键的工作环境 非常神秘 Let's go 你最熟悉世界的哪个博物 或者最喜欢哪个 我也不是说熟悉 喜欢喜欢 他在画廊 国家画廊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好 然后澳洲的也有去过 上海的也有去过 对 方高嘛 他在那边也有 莫奈也有 对对对对 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 我记得是那个 Leonardo Da Vinci 对对 他也有一张 对对对对对对 你去的时候是不是可能碰上 还有一张素描也很大 素描对对 那时候我还带我的女儿很小 跟他一起进去看 然后还那时候还 他才七岁 对对 然后那时候还跟他讲一些 一点点房高的一个故事 好 那个国家画廊是我的主场 我那儿主场了三年 是哦 对对 预见博物馆的slogan是 把全世界的博物馆带到您身边 我现在肯定有去过 很多世界级的博物馆 对我去过一些 对 之前我也有就是第一次带我的女儿去博物馆 其实是在英国 哦 哪家博物馆 就是他们的National Art Gallery 就是国家 国家画廊 国家画廊 对对对没错 然后在那边我还记得那时候跟我的女儿 奶奶讲一些就是关于房高的一些故事 对那是第一次 所以印象蛮深刻的 对 有时间也可以讲给我们听一听 对这个东西你比较专业 对对对对 对这个展览当中刚好有梵高和莫奈的作品 而国家画廊最有名气的其实就是梵高的向日葵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很喜欢夏日葵 很喜欢太阳 这没错 他喜欢特别这个亮 像梵高那种很亮的颜色 对梵高的生命确实很短暂 对 但是确实就像烟花一样 嗯 胖 对对对对 因为据我所知他是30岁才开始 没错 然后就七年的时间 嗯 然后创造这种奇迹 对 所以他大量的最精彩的作品 基本都是完成在人生最后的三年 嗯 就是从1888年到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阿尔勒之后 哦 他开始创造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展览的现场当中 对见呃吉努夫人 就是他到阿尔之后最早居住的那个咖啡馆的老板娘 哦 对那咖啡馆很有名的 对对 据我所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的一些作品 嗯 大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意大利 对对对 对那我听说他们是来到中国 然后来到呃这个画展的时候 要放两天不能动 没错 然后过了两天 嗯 你们又要用四天的时间 然后把它点胶 嗯 拿出来 把它挂上去 嗯 为什么要有这个步骤 对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也是很多大家都会有疑问的 嗯 就像您记得带着女儿去英国的时候 对 第一步先得倒时差 哎 哦对啊 嗯 这些也得倒倒时差 哦 有生命的 对对对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倒时差 嗯 是让这些作品来到 从意大利来到中国之后 先适应一下我们的环境 哦 OK 因为气候的关系啊 湿度干度啊 这一类的 太专业了 就是我们说的湿度和温度 尤其是展镜当中 OK 所以这48小时的时间 就是能够让今天我们身后看到 所有的运输箱中的作品 运输箱中的环境 能够跟我们展厅的环境基本上一致 之前买了一些画从国外运到文来我的家 没有做这个步骤 对 重新再来一遍 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对对对 OK 刚才这个话题很好 您家里都有收藏哪些知名的作品 我没有 我那时候是也喜欢有一个画家 他叫Peter Max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他是美国的一个画家 那我很喜欢他的一些灵感 他画出来的一些那种呈现的那一种 就是很多关于爱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在我的家 我都喜欢过来一些充满爱的一些 你知道话 然后就是希望这个家很温暖 很温暖 对对对对 很温馨 嗯 这个其实知道了 今天跟吴敦一起做这个节目 我还特别上网查了查 曾经谈到过一组是关于对于这个女儿 希望她不要说一定要追求完美 曾经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呢 不追求完美让人更开心 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的家里收藏的作品 希望表达和传达这种爱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 刚才说的我们背后这些箱子呢 其实都是呃 盛放作品的箱子 我真的第一次看这个箱子 我觉得好酷 对关键这个箱子是不是还很卡哇伊 真的然后它的颜色你看哇 哈哈哈从哪里过来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 Cassie Pacific 这应该是从香港过来的 对对对对 它应该是从意大利运到香港 然后对 哦这边有写了对 上海MX Key 这个可能是意大利吧 嗯 然后LUX 对它可能经过一些不一样的城市 嗯 这个可以 对对 可以啊 这个应该肯定是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 Empty 已经空了 Empty 哦已经拿出来了 对已经拿出来了 哇哦 拿出来放哪里去了呢 都在墙上了 对对对 还可以拿出来的吧 因为我们陆陆续续都是在在筹备 对对对对对 对这就是刚才说的 为什么点雕要将近四天的时间 对对对 这就说到点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 对对 因为我们今天也要就是出一份力嘛 对不对 点雕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看一看 嗯 作品现在保存的状况 保存的状况 对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要不然你想想结果来之后 以后这个意大利再取回去的时候 看是不是还是来的时候那个样子 就是要负责任嘛 没错 嗯 那要做什么东西呢 嗯 这个呢一般来说 点雕的这个步骤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就是查验环节 查验 对 今天第一步呢 就是从箱子把箱子打开 OK 把作品拿出来 OK 第二步呢就是查验 OK 何为查验 就是检查一下这个作品的现状 哦 但是这个检查是非常细致的 嗯 要检查什么 嗯 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件作品所有物理的细节 OK 就像一张油画 就要检查它的画框 嗯 还要检查它的画面 啊 基本所有的细节都要看到 嗯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点焦时间比较慢的时候 嗯 大概每天可能只能点焦几张 啊 因为太多细节的东西要去 去查了 对 你猜一猜可能大概有哪些细节学查 哦 就像你买了家里那两张 你肯定也检查过它 我不能不检查就拿回家去了 其实我们警察是比较粗糙的 对 觉得说它的框没没什么破损啊 它的它的那个画 它的那没有什么被刮到啊 这一类的东西对 那可能你们也有那种更专业的我们不懂 是不是上面有虫子啊啊 发霉啊啊 受潮啊啊 哦对哦 也会发霉哦 对所以去梵高那个展厅 哦 嗯 就看梵高那张作品 黄色背景啊 像黄色的向日葵 嗯 黄色的背景啊 哦 一整幅画看起来就很黄 对 没错啊 有两张 一张就在你刚才说的 National Gallery 另外一张在梵高博物馆 哦 在Amsterdam我也去过 对对对对 刚才所有的说的这些博物馆 我基本都在那里住场 哦 哦 英国和美国待的时间最长 所以我是对博物馆和美术馆都特别的熟悉 这个就是他到法国南部的阿尔之后 那个咖啡厅的老板娘 啊 一切一切 三二一开始 嗯 哎呀太正式了 哇 我们来到这个梵高的 你只肖像的这个作品 嗯 嗯 这个太兴奋了 对 这个是大家最期待的啊 呃 但是你看我们提前参与点这个点交工作呢 就可以离得稍微近一点啊 那大家现在看无尊看画的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我们的点交人员 尤其是专业的点交人员 在点交的时候应该看的一种状态 就是很很近的 对 很仔细的去看 对 对 一般来说 呃 出借房 借出房 会给到这个作品的一些状况的报告 对啊 它是一个纸质的报告 嗯 然后点点人员会根据这个报告上说的 哎 比如说这个矿这有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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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看就是买过画了 先检查一下啊 这是画框 然后再检查画面啊 画面又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画最重要的就是担心油彩的脱落 嗯 那这让我们近距离一看哇 这个油彩确实很有梵高的特点 尤其是注意到这些笔触啊 非常明显的都在画布上 嗯 所以今天我们说看梵高的画的时候 他容易打动到我们 嗯